猴宗烈马大牛跑车 千万级豪车是不少男人的梦想 但台湾人最爱是他 婚后的引擎声浪流行外形 2010年台湾豪车市场不到1000辆 但去年突破5000辆 短短5年暴增5倍 其中保时捷的交车量就超过3300辆 它的主力的确是SUV Panamera的销售状况也不错 其实甚至都比它的春宗跑车 要来的抢眼 有着跑车的灵魂 四门房车或跑旅车实用性高 是不少民众梦幻及首选 和同样热门的Masorati相比 保时捷价格亲民 是购买跑车的入门选择 因为Masorati定价高 以纯种跑车为主 而这股跑车市场 不只局限在新车 中股车市场也能看出端倪 它定价比较 某一些车款定价比较亲民 加上说它的产品线 有双门的跑车 四门的像Panamera 这个东西就是基本上就会造成 消费者会去有比较多的选择性 非富豪等级的车主 二手市场是满足梦想的另一个选择 因为有些玩家新车开不到几年 甚至几个月就脱手 价格最少打了八折 虽然和国产车相比依旧要价不菲 但还是抢手车款 台湾的跑车世界似乎成了景气不好的神话 记得正日宗张靖轩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